不用怕 反正这个布就不用钱的 所以你就没有压力 一块碎布可以是一只企鹅 退休校长周美纯的布雕体验课 给小朋友新启发 所以他是用碎布 不用担心说剪错了 剪不好了 他不会 他胆量都很大 一脚一块通通丢不得 搜集创作中遗留的细碎 点缀灵感 也落实生活精神 这也是一个环法 也是一种爱物习物 因为客家人蛮勤俭的 让想象和观察 带动手中的剪刀 成人班更不需要照本宣科 讲一百遍都没用 我叫他做的时候 他就懂了 碎布雕原本只是为了 制作教师贺卡 没想到儿子的结婚喜帖 也自己DIY 碎布拼贴作品 成了散步关爱的仙女棒 用我的智慧 用我的头脑 用我的时间 把我的生命里面 我的精华 所以我的精华 我会做的 我送给你 还有心里的儿时记忆呢 我感觉这个就像我的童年了 赶押回家 生气勃勃 好像听得到拍赤声 原住民嫁娶的豪爽喜悦 还有幸福的猫头鹰 周美全把生活的浮光掠影 玩得尽兴 他从海里跳出来 跳出来 然后摇摇摆摆摆摆摆 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然后排队排队 然后就钻到树橙椅了 我们也不能说话 会吵着他 那就感觉很像我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大幅作品 空洞董将的 看得好漂亮 我会把这个作的 都是你自己做 都是用篇布 对 对 就是用 有的用 从两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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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就剪掉在摸的 周校长的布雕作品 跟大家分享 他的人生体验 也让大家看到了 他全心投入的赤子之情 空洞董将 也让我们赤子之情 空洞董将 也让我们赤子之情